关注甜蜜君看剧跟君海 大家好,我是甜蜜君 本期分析雨凤行 行子为什么冰封东海 万重期待的名场景来了 行子冰封东海十天十夜 画面很炫,也很浪漫 但这造成森林涂炭的举动 到底有什么意义呢 行子听说沈黎湛王 心急如焚 气血攻心都吐血了 嘴角还流有血迹 速度快到落地时半跪 可到东海后 他平静的让人不可思议 清幻几生沈黎的名字 没错,是清幻 原著就是这样写道 可以说是暴风雨来临前的宁静吧 他在克制 他会落在此处 是因为沈黎的一片衣服 上面有他的气息 他一个神明本不该出现幻觉 但心智已乱 甚至还听到沈黎叫他行子 平日里都是教他神君 他看到的和听到的 都是他希望的样子 紧接着他在说服自己 脑子过一遍自己的职责 他是最后一位神 该守护昌生 三个步 不行动情 不能动情 不可以动情 然后他想起了在房间 沈黎将五百年的灵力给他 那时他还不到一千岁 对他内心触动之大可想而知 又想起他说遇到他后 逢战必伤 若是哪天他赞亡 他可得难免来陪 这句当时的玩笑话 如今却如同利剑 插进他的胸口 他后悔自责 懊恼不已 如果他有那五百年灵力 或许还能活着 回来后却没有还给他五百年灵力 大概是他修的是水系 沈黎的是火系 能疗伤 但输入无用 否则当初沈黎给他五百年灵力后 他并没有想象中的精神 若有那么一天 我的命陪你便是 这句话给了他冲动的理由 他尝试克制 尝试说服自己 但最终还是因沈黎失去了理智 他是真的不想活了 等着沈黎反噬 想陪他一起 后面他找到沈黎时说 你救了我一命 他爱他 远比自己想象的更深 那么他为什么不让龙王 派下兵蟹将去找呢 讲白了 还是不信任啊 还记得当时天君说 我等无能 连百花燕都没办好 他重重的点头 天君都愣了一下 没想到他那么直白 仙界的办事效率令人堪忧 消息要五天才能送来 后面龙王找沈黎的兵器用了三个月 水是流动的 时间越长变数越大 他那迫切的心已经等不了了 冰封东海可以用秘影术寻找沈黎 而且三界都不会允许他动情 要走前天君还意味正常的说 神君心系天下 还望多保重自己 提醒他要以天下苍生为重 前两次天雷打在他身上都没反抗 最后一次是妨碍到他找沈黎了 徒手接住天雷 是为了表明决心 哪怕是化为灰烬 他也要将他一粒一粒的找回 沈黎站往前 他时刻知道 冰封东海是他情感的转折点 所有的隐忍 悔意 不能原说的爱意 全部宣泄在这冰封万里的东海里 我是甜蜜君 我们下期再见